今天教一个师傅在做这个模具 我在教这个师傅的时候呢 这个师傅可能手艺并不是很过关 然后我教他演示给他 如果做这个82公分的这个宽边地锅 天气比较热 这个老师傅再休息一下 这个72的82的宽边地锅呢 属于我们这个云南附近或者云桂川 这个地方的这个旅锅模具 在夏祥道国的时候 很多人都选择 你们看另一边啊 就另一边 很多人都选择这个中华铝锅铝盆模具 这原因是我们模具厂是属于国内呢 也比较大的一家 应该是排名在第一 也没人排第二 目前的话就是说 所有的铝锅铝盆模具 都有我们这里这个制作发出 然后呢 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中 这个82公分的这个宽边地锅模具 我们已经制作很多了 然后我们拥有这个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 然后我用文字给大家描述一下 这个铝锅铝盆模具 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华传统手工艺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厂去学习 去研究 我们也希望这个夏祥道铝锅铝盆 这个模具能够传承下去 一直的延续下去 也希望这个云南贵州四川 广西这些地方 能尽快了解我们的模具 其实在这个菲律宾缅甸 还有这些非洲的一些赞比亚这些国家 都有很多客户这个 使用我们这种模具 相比于那些翻沙 我们这些模具要节省很多时间 正常的情况下 也就是几分钟做一个铝锅 比翻沙的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要快很多 所以中华传统手工艺铝锅铝盆模具 还是比较方便快速的 好 这个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